你知道乱玩手电筒的后果有多严重吗 小新差点把自己给玩死 这天晚上广志下班回来 看到家里黑兮兮一片 还以为是停电了 结果刚进门就被小新这个老六给吓坏了 真是个坑爹的好儿子 原来母子两人在玩停电游戏 为了以备无患 美牙新买了一个手电筒 所以就让小新先拿来试看看 这个手电筒虽是低价抢购而来的 但是功能齐全特别好用 有着三种不同的灯光 甚至还安装了报警器 小新手键按下了按钮 全家人瞬间震耳欲融 最重要的是用途实在太多了 可以利用灯光让小葵玩得不亦乐乎 还可以让小新借此灯光跳起芭蕾舞 美牙则表演模仿影子 接下来轮到广志表演节目 眼看这环境气氛烘托得很到位 于是广志直接利用灯光 讲起发生在自己小时候的一个鬼故事 刚开始小葵就吓坏了 然而小新却假装镇定 小葵不怕不怕啊不害怕啊 小葵真是小孩子 广志接着说道 自己半夜醒来上厕所之时 突然发现好像有人站在背后 瞬间吓得一点尿意也没有 更不敢回头看 小新和小葵两人直接吓得瑟瑟发动 接着小新打算再拿过来玩一会 广志担心再玩下去会把电耗光 于是让美牙先收起来 然而小新怎么可能轻易放弃 等到半夜小新偷偷把手电筒拿出来玩 结果还被美牙在梦里给臭骂了一顿 白天还骂不够 这梦也在骂我 紧接着连小白也不放过 小新拿着手电筒装鬼吓唬小白 可怜的小白吓得连连后退 这时小新看不下去了 表示这么胆小要怎么保护他们一家人 紧接着小新强行带上小白要去巡逻一圈 然而小白却百般抗拒 为了避免潮心美牙 小新直接先把手电筒塞进嘴里 腾出双手来制服小白 这边小情侣还在马路上讨论恐怖片 小新抱着小白一脸恐怖的样子迎面而来 看到这可怕的一幕 小情侣吓得惊慌失措 此时正好被路过的警察给碰到了 这番大动静也惊动了附近的邻居 原来小新被手电筒给卡在嘴巴里 幸好发现得及时 要不然这次小新就差点把自己给玩死了 我一定会好好地警告小白 你知道小新的动手能力有多强吗 居然把一个废弃的纸箱做成一个漂亮的房子 人都有意想不到的才华 搞不好小新将来会成为一名建筑师 可不料最后却因为广志而成为小白的别墅 那么广志到底做了什么事呢 这天来到商场 一个动胆超人小屋让小新爱不释手 赶忙求着美牙将其买下来 可还没等小新说出口 美牙指着这个东西表示 连考虑都不用考虑就能拒绝 第一价格太贵买不起 第二东西太大家里没地方房 一定很快就玩腻了 这样子就没有原因了 晚上下班回家的广志看到小新在一旁 无精打采的样子 小新感叹自己真是个不幸的五岁小孩 经过一番了解之后 广志来找美牙 美牙让他别管 可广志看到小新垂头丧气的样子 又有些愚心不忍 不过那个偏偏又那么贵 美牙提议让广志用木头给小新做个小屋 可工作繁忙的广志又没这个时间 到了第二天 美牙从外面拿回了一个废弃的纸箱 小新一脸疑惑这是要干嘛 无语的美牙有点无语 原来她是要给小新制作动感超人小屋 接着美牙简单开了个门小屋 就这样潦草完成 可小新一脸嫌弃 这分明就是狗屋 跟商场的动感超人小屋根本就不一样 上面没有超屋也没有连望台 看前里求酸 最重要的是没有梦想 说着美牙立马又开了个窗户 让小新装饰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然后起身就出去买东西 过了许久美牙买完东西回来 此时小新已经把箱子装饰成自己的秘密小屋 没想到小新居然装饰得这么漂亮 还用胶带做了一个门把手 真是很有创意 接着美牙开门一看 里面更是布置得非常完美 墙上的壁纸挂丽 地上的玩具和零食 通通准备齐全 没想到小新做起来还有模有样的 可不料小葵却被小新拒之门外 说着要进去就得交易一万人 如果你要这样的话我就跟你收房租哦 你让小葵一起进去玩 可怕的房东 看到小新这么有才华 美牙幻想搞不好她将来会成为一名建筑师 这时小葵打开窗户 美牙这才发现自己的高级垒丝手 怕被拿去做窗帘 而且还用上透明胶带 这让美牙欲哭无泪 到了晚上 广志看着小新的秘密小屋 也迫不及待进去一探究竟 广志直夸我的乖儿子真了不起 才五岁就有自己的新房子 小新谦虚地表示 我的房子没有贷款 但是爸爸这间房子还有32年的房贷 真的很辛苦哎 接着大孝子告诉广志 哪天和美牙吵架被赶出去 可以来一起入住 不仅如此 小新还在挂力底下偷偷藏的美女海报 父子二人发生猥琐的笑声 可不料这一切被屋外的美牙尽收眼底 下一秒 人家的秘密小屋 就这样 最后小屋成了小白的别墅 注意看玫瑰班又新来了一位高手 他就是20年未尝拜计的捉迷藏大师 从出生到现在 玩捉迷藏的时候 从来没有被找到过 他会各种隐身术 只可听其声不可见其人 所以从出生到现在玩捉迷藏 他从来没有被找到过 可不料最后竟被小新一招轻松打败 这天在幼稚园 玫瑰班的猎豹 又来跟小新几人争强场地 可这里是小新他们先玩的 当然不可能轻易退出 猎豹提议双方比赛捉迷藏 赢的人就拥有这里的使用权 小新几人一致同意 猎豹便跟往常一样召唤大师过来助阵 眼尖的正男就发现前面一个透明的人影 可大伙却看不见那里有什么东西 接着大师就突然现身 几人一脸震惊 这位呢 是捉迷藏资历20年的不败老手 接着比赛就开始了 猎豹他们先当鬼 小新几人赶紧找地方躲起来 大师满脸自信表示 他要自己一个人找到他们 就第一个找到了秘密 然后第二个是封肩 第三个是正男 第四个就是阿呆 没一会功夫就只剩小新一人 可是能躲的地方他都找过了还是没能找到 大师顿时感觉自己这次碰到硬查了 就在这时正男封肩喊话叫小新乖乖躲起来 小新你快走了 找到了 他根本没有躲嘛 而此次玫瑰班他们耗时五分钟 那么接下来就有小新他们当鬼 需要在五分钟之内找到所有人才能获胜 比赛一开始 仅仅用了两分钟 小新他们就找到了三人 他们一定想不到本大爷 这躲在这么近的地方 男啊 也想不到我就在这里 时间还有三分钟就只剩大师一个人 可他们搜寻各个角落都找不到 这时正男又发现攀爬架上看起来很奇怪 而且地上还有个人影 但就是看不到人 糟糕那上面明明有人在啊 接着大师又换了个套装 与大树融为一体 小新他们依旧没能找到他 就在这时园长过来 大师又换了个和园长衣服一样的套装 然后爬上园长的背后 这让园长觉得自己的肩膀有点重 当园长转头过去查看时 大师赶紧撤离又换了个套装 然后直接躺在地上蹲散 极小只一脸蒙圈 明明听得到声音 可就是看不到人 于是他们决定去沙坑那边再找找看 大师也立马紧跟过去 接着又换了个套装 然后趴在沙坑里 就在这时小新觉得自己有点累了 于是一屁股坐在沙坑里 因为昨天吃了地瓜 小新又忍不住绷了个屁 这下直接让大师献出原形 时间也没有超时 小新他们获得最终的胜利 大师也没有因此而失落 反而因为第一次被找到 心里感到异常的兴奋 要不要再玩一遍呢 这次换你当鬼哦 好 我会一个人找到你们的